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正港分局刑警吴明翰洋庄,同志潜伏于健身房引诱毒贩 几天后他与林子晴一同驾车追捕要投阿狗 吴明翰在搜集阿狗丢弃的证物时 不假思索将地上的红包荡成证物捡起 发现里面是张男人的照片和头发 毛膜告诉他捡了红包代表将与他的孙子毛毛铭婚 不信邪的他将红包放回地上随即离开 回到分局后吴明翰因在健身房 执法过当被降调至派出所 之后他在经历一连串不合常理的衰逝后 为了活命不得不接受铭婚的命运 铭婚仪式结束后 毛邦宇在吴明翰洗澡时出现在他面前 表示自己并非自愿与他铭婚 毛毛被不断叫他死鸡的吴明翰惹怒 于是附身他全裸跑到大街上热舞 被街上的警察追赶 被惩罚后的吴明翰找到证婚法师 法师表示他与毛毛上辈子有很深刻的情感 你上辈子是他养的狗 任命的吴明翰最终妥协一人一鬼达成协议 只要他帮助毛毛完成遗愿转世投胎 自己就能尽早摆脱他并重回分局 为了找出害死毛毛的肇事凶手 吴明翰循着种种线索 发现毛毛车祸现场的目击证人即是 他当时追捕的要投阿狗和同伙小马 吴明翰在毛毛的帮助下找到小马 车辆拍下车祸现场的行车记录影像 发现肇事凶手就是他在 鸡查的贩毒集团老大林孝远 之后吴明翰因不慎破坏缉毒行动 无法回到分局 大受打击的他和毛毛吵了一架 并一气之下拿起毛毛的神主牌夺门而出 找到毛毛的前男友家豪对其质问 家豪却说表示自己根本不想结婚 只是毛毛一厢情愿 毛毛因为家豪绝情的话语难过的离开 吴明翰在河堤找到毛毛 他说自己死后才看清许多事情 以为在同婚通过后便能和爱的人共度一辈子 却发现找到真正相爱的人是多么困难 吴明翰告诉毛毛上辈子你养我 这辈子换我养你 他因这番话受到感动 表示自己有投胎的感觉后飘向天空消失 留下在原地错愕的吴明翰 毛毛之后再次出现告知 吴明翰临孝远将跑路的消息 他们赶到码头时现场敲林弹雨 看到张永康跟住林孝远进入 卡拉OK的吴明翰尾随在后 却发现林子晴是潜入分局卧底的内鬼 林孝远和林子晴一同收拾赃款准备跑路 转瞬林孝远被他用刀钉在墙上 他这才道出儿时母亲被林孝远用毒品害死的过往 之后他将钱收拾装箱后离开现场 林孝远正脱后欲对吴明翰开枪 毛毛及时附身林孝远解决危机 他解除附身后打斗一触即发 吴明翰在与毛毛合力打倒重地后身负重伤 并不慎被林孝远开枪击中 吴明翰被送上救护车 焦急的毛毛不断附身车道上的车辆驾驶让道 才让堵塞的道路得以通行 吴明翰在医院醒来 看到因多次附身不堪附和的毛毛不舍得流下眼泪 吴明翰询问前来探望他的 毛爸有没有想对毛毛说的话 毛爸说自己之所以在毛毛向他出柜时坚决反对 是因为他无法将亲眼目睹 家豪出轨的是对毛毛启齿而对自己感到愤怒 毛毛在听到父亲的真心话后气不成声 吴明翰询问毛爸是否愿意做主婚人的位置 毛爸哭出答应后拥抱了他 终于和家人与自己和解的毛毛 料无遗憾地向吴明翰告别后消散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请订阅